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遗憾的我们看到是这种志工手竟然要把它移走 把这些宝贝的树把它移走 我们不忍心看到这样的结果 因为我不想要树砍掉 要伤害小动物的家 现在这个不是要砍树 它只要移大概两到三棵树 移到后面 移到后面 它后面那个山坡还要再加植树 再多种一些 变成一个树海 它变成一个树海的景观 然后前面这边 做一个小小的 可以让艺文团体来发表的一个地方 前面这一排靠人心倒树 全部不移 不是为了选举吗 这跟选举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市场已经不选举了 怎么还要搞广场 这个公园广场 那边就有个广场 那边市场有造势活动 从中在于 有的是广场 不是以树木的问题 就根本就好好 你去动它干嘛 你从前面照进来更漂亮 从前面照进来你看看 大家三五个人 坐在那个石墩上面 这个多好啊 就在居民抗议之后 中和施工所表示 他们同意战时停止施工 会再继续跟居民协商 公民记者大暴龙说 看到类似的事情已在发生 表示政府真的应该 彻底改变思维模式了 工部门他们会认为 比如说草坪 或是有绿树的地方 他们认为是空地 那假如说上面有 已经有一些建筑 他们会比较 要花更大的力气 去把它改变 比如说你可能要拆迁 你可能要 甚至上面有住人 那假如是单纯的树 那他只要想办法把树移走 甚至偷偷砍掉 那边就是一块空地出来了 当我们民间在 诉求说保护树很重要的时候 我们的工部门怎么样能 体认到这件事 应该是先考量素 尽量不要去动它 然后再怎么样去配合 去规划 我觉得我们工部门应该要先 先改变这样的态度 对民众有利的政策 如果得不到民众的认同 就不算是最好的政策 接下来的报道也有类似的状况 农会收购当地的农特产 作为伴手里是为了促销当地的特产 但如果收购的时机不对 反而可能伤害农民的利益 我们来看公民记者 撒搭配报的观察 今年黑麻收购 一分地都收差不多两三百一斤 本来一斤差不多八三个价钱 差不多八十几块 但是今年这个农会 送的既然品是两罐黑麻油 您所关心的地方大小市 都可以透过 博博公民新闻平台发声 博博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